今天9月23號星期五 早上的5點30分 跟著輪椅社長學習去 今天是主要討論的就是幸福 什麼叫幸福 我們今天從廣播教學裡面 教育電台的廣播教學有一個教授講的 幸福就是要有第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熱觀 你每天要熱觀面對很多的發生的事情 第二個事情就是要工作 你要找一個有興趣的工作做 就算沒有興趣要去培養興趣 第三個就是要有愛 有愛就是才會感覺到幸福 什麼叫有愛呢 愛情就是要有親密的關係 就是要有承諾的關係 你有親密承諾這才叫愛 要不然那些都不是叫愛 所以說你每天 我們每天在這邊過生活 每天記者所報導的新聞都是生活經濟新聞 都是跟你有關係的新聞 不是跟你有關係的我們是不會講 我們從事新聞業也30年了 我們也跟很多朋友好言相倦 那我也不勸啊 那你就聽我的新聞 願者就聽不願你就不要聽 這個朋友不往來都沒有關係的 要朋友幹什麼 但是要找你適合認識的朋友 找有女朋友要找個親密的朋友 男朋友要找到一個合適的朋友 不要找一些低級的朋友 那些低水準的朋友 大家不要往來 所以說我們今天感覺到他這個課程 20分鐘講的幸福 當然是還有很多沒有講 但是大致就跟你講 我們人每天 他有一個身心障礙者的協會的理事黨 他就以他的結婚的立場來講 他今天也是要工作啊 他教人做陶藝啊 教人做一些那個口竹啊畫家啊 教他的身心障礙者 用口竹裡面去畫畫 或者是 用那個手持做陶藝 他表示說 你看我也是一個身心障礙者做輪移的 我是脊椎損傷的 他是脊椎損傷的 他今天教人家這些事情 別的教這些同樣的殘障人士 脊椎損傷人士 你看我都能做 你們為什麼不能做呢 就像我輪椅社長 我都可以跑到外面出去 找尋我的生活 我們是追求的高品質的生活 不是我們跟正常人一樣的 我們還有腦袋 還有 我們如果四肢不變 我們還有口啊 你看看口竹畫家 多少的口竹畫家 都在裡面做這個成名的 畫的畫多漂亮啊 然後在市面上賣 改 他今天幹嘛 他今天就是目的賺錢 賺錢的目的就是 改善他的生活 我們每天利用五分鐘時間 都會分享到每天的 學習的所得 每天報導了 像昨天我們報導了很多 五個追求高聰賓的下午茶 你看看 我們喝的下午茶 連那個杯子陶食做的 還有那個 他英國人所做的茶葉文化 其實也都是從東方傳來的嘛 他的西蘭紅茶 不是從那個 從那個斯里南卡 印度傳去的西蘭紅 他斯里南卡 印第安的傳去的紅茶 所以說你今天認為 今天我們必須要 對不對 好好的 好好的學習一個專長 你在你的長壇人生 才可以過得很好的日子 我們今天跟著仁宇社長 學習找幸福 就報導這次為止